三有魄力、有魅力的星座 人各有各的特长 找到合适的方向 才能将自己的实力 最大程度的提升 狮子、天秤座和天蝎是最好的领袖 他们都具有很好的领袖能力 在领袖方面 狮子座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就像是一群天然的君王 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在夏季 狮子座拥有强烈的太阳力量 他们的精力旺盛 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永不放弃 爱打架的狮子座最不愿意落于人后 总是想着要争取一切 他们天生就有争强好斗的性格 不愿受人摆布 拥有一位争强好斗的领袖 其优点是 你不必为自己的努力而烦恼 狮子是个爱抢风头的星座 只要能跟上他们的脚步 那就一定不会有什么损失 狮子是个很护短的星座 不管你是公司的职员 还是你的同事 你被人欺负了 他们都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会为你出头 你可以自己去找 但你不能 狮子的强势 让人充满了安全感 狮子的吸引力 主要来自于 他们身上的正面力量 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畏惧 反而会变得更加勇敢 由于拥有积极进取的心态 因此与狮子座相处时 会有很好的拼搏情绪 他们不但会在你沮丧的同时 给予你鼓舞 还会在你自满的同时 使你冷静下来 美女天秤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光是他们的容貌 就足以让一群人为之疯狂 不光是颜值高 就连情商 智力都比一般人强 与他们在一起很舒服 甚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 一般情况下 他们是不会表现出高智慧的 毕竟 他们的性格 都是比较温和的 懒惰的秤子 不想与人较劲 也不想与人起争执 他们更多的是 想要与人和平共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就不会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天秤的领袖能力 就是一只温水 把蛤蟆给泡熟了 虽然看上去并不致命 却能在不知不觉中 取得巨大的成就 有了天秤座 或许不会有太大的提升 但也可以稳定发展 有了这个队长 他就放心了 你可以安心地工作 他们会一视同仁 你的付出将会有你的回报 对于那些辛勤工作的人 天秤从来不会吝啬 就算你现在不能得到特殊的待遇 他们也会记住你 总会有一天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天秤靠着自己的魅力 就能吸引到一大群人的拥顿 而美女就是他们的底牌 天秤也是个聪明人 做事滴水不漏 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 如果他们肯往前走 那就是一个优秀的领袖 不过天秤座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否则他很可能会把所有人都拖下水 如果说狮子座的领袖能力是公开的竞争 那天蝎的领袖能力则是一场黑暗的较量 天蝎虽然不像狮子座那样 喜欢争强好动 却也会在心中埋怨 最不愿仰卧的是蝎子 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部下全部拉拢过来 蝎子的精明是众所周知的 他们的智慧无庸置疑 在这条道路上 永远都在为自己和手下 做着打算的天蝎座 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 有明确的目标 这是蝎子们最突出的特质 他们的吸引力是不容忽视的 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气息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究 而且大部分的蝎子都是强势的 而蝎子则是一种成熟的女性 他们的气场让人很难忽略 有这么一个领袖 他们会觉得很有威严 和蝎子作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因为他们的心很手辣 已经是出了名的 和他们站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不但能一步步往上走 还能得到一个强大的避难所 没有人会不喜欢这样的领袖 蝎子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他们所负责的事情 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不做出点成绩 是不罢休 对于蝎子来说 书是不存在的 跟着他们 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谋划 只需要跟在后面就行了 蝎子的算计之术 没有人比得上 蝎子的强势和强势 会让你感到很有安全感 有他们在 你会很放心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